中国脊梁 1995年3月16日上午 十年已经70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 在为一台特殊的手术做最后的准备 这位患者的脑干和脊髓上 长了一个长22厘米的巨大肿瘤 肿瘤导致他四肢瘫痪 肌瘤萎缩 如果不尽快做手术 他的生命危在旦夕 可是脑干和脊髓是人体中枢 这个部位的肿瘤很难剥离 手术中稍有不慎 就会导致患者终身残疾 甚至死亡 这样复杂的肿瘤切除手术 当时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案例 而王忠诚却想为患者 剥取一线生计 手术前 王忠诚习惯喝下一杯浓咖啡 因为一旦开炉 他经常需要在手术台前 做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 全靠这杯咖啡提神 无影灯下 王忠诚用手术器械 轻轻地剥离着肿瘤 作为手术的另一位主导医生 也是王忠诚的学生 张俊廷至今对这台手术记忆犹新 王忠诚和张俊廷摒弃名神 因为他们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事关病人的生死 此时的他们基本靠眼神进行交流 经过十个小时的精雕细课 肿瘤被奇迹般地剥离了出来 而且摘除得干干净净 手术获得了成功 王忠诚却已经累得站不起来 他双腿浮肿 充血的双脚像穿上了紫色的袜子 那么劳动做不许动 在你的手术没做好以前 不允许你站起来活动活动的 这是当时世界上被成功切除的最大一粒 脊髓内肿瘤 被称为试剂之作 手术后患者逐渐恢复健康 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王忠诚在神经外科领域奋斗了六十余年 被同行们公认为是手术台上的神 是中国神经外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而这一切的开始 源于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亲身经历 1951年冬天 26岁的外科医生王忠诚 作为天津总医院医疗队的一员 奔赴中潮边境 在占地医院 他们不分昼夜地抢救志愿军伤员 可是有一类重伤员 王忠诚和同事们都束手无策 那就是被炸成脑外伤的伤员 当时中国的神经外科几乎一片空白 王忠诚他们对脑外伤的治疗一无所知 脑外伤他是很容易死人的 我一点办法没有 没办法就是看着他痛苦 看着他牺牲 所以那时候很痛心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王忠诚都活在一种遗憾的情绪当中 他在心里默默立志 以后有机会一定要钻研神经外科医学 抗美援朝结束后 王忠诚回到原来工作的单位 天津总医院 当年院内成立了脑系外科 也就是后来的神经外科 由曾留学加拿大的赵以成教授担任科主任 王忠诚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 由于当时神经外科整体医疗水平低下 很多疾病治疗效果并不好 患者术后致残 甚至变成植物人的比例很高 做一名神经外科医生非常艰难 所以那时候用手来做 抠留了 最好的时候用一个器械辅助一下 这些用原始的办法在脑子里的操作 对脑子这么脆弱的结构 它肯定是伤害 所以说那你说这个手术效果能好 那个时候选择这工作 一个是靠一种理想 自欺和激情 1955年4月 王忠诚被调到北京同仁医院 和老师赵以成 共同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神经外科 刚进入神经外科那几年 王忠诚最头疼的就是为患者进行临床诊断 很多颅脑疾病 需要借助头部造影进行判断 当时的造影方式 是靠往患者大脑血管中 打入少量空气的方式成像 不仅造影效果差 还会造成患者剧烈头痛 甚至危及生命 而当时西方国家 已经普遍采用无痛的脑血管造影术了 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 王忠诚决定 把脑血管造影术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 因为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 王忠诚找不到详细的参考资料 只能自己从头摸索 王忠诚和他的医疗小组 现在用于解剖的遗体上进行研究和试验 整整一个夏天 他们都泡在满是福尔玛林味道的解剖室里 之后他们开始借助X光机在临床上开展研究 王忠诚他们通过几年不断的实验和摸索 获得了大量珍贵数据 他们逐渐掌握了脑血管造影规律 把颅脑患者的手术检查危险性 由气脑造影的1%到3% 降至血管造影的1,000分到1,000分之3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王忠诚的身体却出现了脱发 牙龈出血 连续发烧等一系列症状 经过检查 他的白细胞技术还不到正常人的一半 这代表他的自身免疫力非常低 而治病原因竟然是放射性损伤 我去搞这个脑血管造影是额外的 有时候放射课根本牵维线戒不出来 我给病人照头 我就站在病人的头旁边 给病人往脑子血管打药 不动离开的 因为缺少防护 王忠诚和同事们在攻克脑血管造影术的时候 遭受到了大量X射线的照射 而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 作为医生 他早就清楚X射线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 方舍县就是这个意思 说知道去做是要做出牺牲 也许哪一天牺牲了 我们是受虚弱的国家 我们就是要过这个国家增结口气 我母亲也拦不住他 所以我母亲经常提醒他 可能过了几个月三个月去查一查 血相去休息一段时间 王忠诚的执着很快有了成果 1965年 王忠诚在总结了2500份脑血管造影资料的基础上 出版了著作《脑血管造影术》 这本书详细介绍了脑血管造影的各种操作方法 适应症以及并发症 是中国神经外科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这本书让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 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30年的差距 也影响了中国几代神经外科专家 然而因为X射线造成的危害 王忠诚的免疫力 再也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身体是很棒的 但是做脑血管造影以后 他这个白细胞 红细胞都下来了 一辈子身体都不太好 得过几次非常严重的肺炎 有两次差点要了他的命 王忠诚担心自己再这样病下去 很快就会上不了手术台 为了能够继续心爱的事业 他想尽一切办法恢复身体的机能 他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运动 这样的习惯坚持了几十年 后来就下决心了要锻炼 因为没有办法治疗 当然这个锻炼也不是很容易 因为刚一起初锻炼还不得法 又锻炼又坏 那么一直锻炼了十几年以后 身体才有起色才慢慢的好转 王忠诚在跨越着自己生命极限的同时 并没有放松对神经外科领域的探索 他一直在关注着国际神经外科的新动向 脑部手术 致残率高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王忠诚 他通过查阅国外文献了解到 显微手术可以大幅提高手术的精确度 降低致残率 敏锐的他立即开始着手研究 王忠诚想尽办法申请到了一台显微镜 他不仅自己练 还在院内推广显微手术 可是这项技术却遭到了很多习惯裸眼手术的高棉姿医生的排斥 你看屏幕去操作 和你完全这样直视完全是不一样 你等于用显微镜做手术 等于他从小学生开始 所以说老同志比出轻易就比较大 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对肌翅的血管进行分离之后的一个显微吻合 这个主要是训练我们的年轻医生还有学生 做这种显微吻合的这种初级的训练 对咱们普通人来说 可能到了显微镜下 就会觉得晃会晕 所以这个是一个训练的过程 在屏幕上看到的血管非常的粗 但实际上它是很细的 也不到一毫米的直径 所以我们在操作过程中 手部的运动是非常的细微的 如果像我们正常缝这种大的组织的时候那种操作的话 我们的器械一下就跑到屏幕外面 根本看不到 当时的王忠诚也已经五十多岁 从来没有借助过显微镜做手术的他 丝毫不介意从头学习 他把用于试验的兔子耳朵上细如发丝的血管一次次的切断 然后一遍遍的缝合 他还通过练习毛笔字来增强手的平稳度 就在显微手术备受排斥的时候 王忠诚接诊了一位特殊的患者 这位患者因为脑椎基底动脉供血不全 因其头部疼痛 泛身麻木 要想改变症状 就要把患者的诊动脉和小脑后下动脉吻合起来 改变脑干的供血渠道 手术最大的难度是要在只有不足一个毫米粗细的血管上缝合十针 而这样精细的手术凭肉眼是无法完成的 王忠诚决定采用显微手术 这个手术不仅是对王忠诚的一个考验 很多反对使用显微镜的人也在拭目以待 1977年9月28日 王忠诚在显微镜的帮助之下 全神贯注地为这位病人实施手术 手术的视野只有一个火柴盒大小 操作的部位却在距离头皮大概六七厘米深的地方 就像在井下操作 每逢一针都要用很长时间 那个时候我现在想起来都很难 那个时候就要针和那个线都是很粗的 一吻合要太针码要太腻的话 它管枪就狭窄了 再有点血栓那这就失败了 这就是到王忠诚那个时候那么做 真是太难以想象了 手术一共缝了十针 王忠诚用了整整十一个小时 在此期间他始终保持着同样的姿势 当缝合完最后一针打开直血夹 看到血流顺畅通过的那一刻 王忠诚的心情无比喜悦 这是中国第一台显微神经外科手术 手术成功了 王忠诚却病倒了 因为免疫力低 他这些年几乎每进行一场大手术之后都会病倒 这一次他休息了足足一个星期 稍有好转就又回到了手术台上 王忠诚意识到 显微手术可以有效降低对脑组织的伤害 对病人大有好处 在担任北京天潭医院院长后 他规定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 必须学会使用这项技术 否则不能再做手术 王忠诚这个看似霸道的举动得罪了不少老同事 但大量病人从这项改革中获益 显微手术使得颅脑疾病患者术后的死亡率大幅降低 随后 中国其他医院的神经外科也陆续效法 中国的神经外科手术水平整体得到提升 在外人看来 王忠诚是个不苟言笑的冷面人 但熟悉的人却知道 他是个实实在在的热心人 而且有一副狭义心肠 王忠诚也是特别爱看武侠小说 可能跟他山东人的性格是有关联的 就行侠仗义的这种性格是有关系的 王忠诚的狭义心肠 使他对待疾病敢于挑战 对待患者鼓道热肠 1991年 王忠诚接诊了一位来自河北的患者 这位患者叫肖志勋 年仅15岁 被诊断为脑干胶质瘤 他当时已经瘫痪在床 还出现了头痛 吞咽食物困难 呕吐等症状 病情发展迅速 脑干是生命中枢 它只有成人拇指大小 却主宰人呼吸 心跳 意识等极为重要的技能 是国际神经科学界公认的手术禁区 因为肖志勋的肿瘤 长在脑干上 他曾被多家医院告知无法医治 但是王忠诚却收下了他 还准备尝试切除他脑干上的肿瘤 当时不少人劝王忠诚 不要冒这个险 手术一旦失败 会有损他的名誉 王忠诚非常了解手术的风险性 但他实在不忍心 看到这个年仅15岁的少年 就这样遗憾离去 不忍心看到一对父母 失去他们人生的最大希望 在手术禁区上 进行肿瘤切除极具危险性 但王忠诚还是有信心的 根据多年的临床观察 王忠诚发现 尽管脑干受到肿瘤挤压会变形 但肿瘤切除后 脑干形态及功能都有恢复 于是他提出了脑干具有可塑性的观点 并谨慎地进行了多年的摸索和试验 他在一点一点地探查 探讨 一边当时我们缺了40% 这病人又摆了个小 那下次我们对这样的病人 可能就大胆地去缺50% 60% 1991年的3月27日 王忠诚和张俊廷同台为肖志勋进行了肿瘤切除手术 他们用了六个多小时 将肿瘤从脑干处 小心剥离干净 术后 肖志勋的呼吸 血压 意识都逐渐恢复 育后良好 手术成功了 王忠诚和同事们 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也重新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手术两个月后 肖志勋就恢复了健康 之后他会定期来医院检查 怎么样 多年后肖志勋结了婚 还有了两个健康活泼的孩子 他经常对人说 是王忠诚爷爷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探索一个新的技术 那是很容易做不好就身败名裂的 我一直在想 王忠诚那时候得多大的心理 这个多么强大呀 到现在我也铭记他们那个交诡的 就是别人做不了的 我们一定要去尝试去做 对一些疑难杂症永不放弃 此后 王忠诚大胆的在脑干上做了一千多例手术 死亡率不足百分之一 证实了他所提出的脑干具有可塑性的理论 震惊了世界同行 在这之后 王忠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记录 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完成上万例开罗手术的医生 他所领导的北京天潭医院成为亚洲最大的神经外科中心 2001年9月15日 在悉尼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 联合会主席萨米教授亲手将神经外科最高奖章授予王忠诚 王忠诚所领导的中国神经外科团队在国际上达到了领先水平 拥有了更多话语权 多年来 王忠诚一心发展神经外科事业 对家庭照顾的并不多 这也是他一生的遗憾 他的三个孩子出生时 他都因为工作没有能够陪在妻子身边 他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 但却是中国神经外科领域的好家长 受到父亲的影响 王忠诚的三个子女都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 我父亲做这么多年 也经常有一些病人 回到家里来 感谢他也好 求医也好 看到神经外科确实能够给很多病人 以巨大的帮助 改变他们的生活质量 改变他们的生活 所以当时也坚定了我去 做这个科的一个信心 出于对患者手术安全的考虑 七十多岁的王忠诚 不再亲自做手术了 他把全部的心血 都投入到了培养学生 和提高中国神经外科水平上 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神经外科学院 在全国建立了二十余家技术协作中心 支持边远地区的医生 进修深造 其中许多人 已经成为学术骨干和著名专家 在对中国神经外科未来的布局方面 他一直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 从内境 介入治疗 到脑起搏器等很多领域 早早部署和推动 始终站在国际前沿 神经内境 当时很多人不看好 觉得这个没啥意思 现在内境就是最火的时候 过去的催体流的手术 都得在病房做 我们可以在日间门诊做手术 这在国内也很少 国际上也不多 2009年 王忠诚获得2008年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站在国家最高的领奖台上 王忠诚最想感谢的是自己的病人 王忠诚经常教导我们说一句话 就是病人是最好的老师 因为你学的知识 一定是通过病人的疾病 你才能够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个手术 做这个治疗 所以我们要感谢病人 在王忠诚身边 我们是受到一位大师 他的全方位的熏陶和感染 也为我们每一位年轻的神经外科医生 树立了我们人生奋斗的榜上目标 2012年9月30日 87岁的王忠诚因病医治无效 在北京逝世 在他60多年的医学生涯中 王忠诚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的开创之路 他一生都在践行当年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下的誓言 以远见着实的目光和创新精神 为推动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 和走向世界前沿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